今天我们要来再开一个双人游戏 是Shadow and Sit Down推荐的一个叫Mandala的双人游戏 是一个卡牌游戏 那么我们来开一开 虽说我们并不怎么经常玩双人游戏 但是现在这个疫情久久不能够结束 感觉好像在家里开两个人游戏的机会变多了 它里面这个卡牌就是这么两落 然后我们继续看里面还有什么 这是它的这个版图 也是一个布置的版图 上一个布置的版图是Hexpermere 就帕米尔和平是用布置的版图 这个布看起来还是挺精致的 我们继续来看里面还有些什么 然后剩下的就是一本说明书 规则是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三开页 那么里面的东西就这个样子 我们来看看里面的牌 就是不同颜色的卡牌 好像除了颜色以外没有什么任何的不一样 这个叫充分吸混的 就有一个集套的机制 就set collection在里面 好我们来看看下一摞 应该也是一样的吧 那么这么说来这个开箱好像并没有什么好开的 我们来看看 这是它的第二摞牌 这个背面有点不一样 这个应该是小抄纸吧 这是一个规则的小抄 然后剩下的这些才是像刚刚一样不同颜色的牌 黄紫黑 那么既然这么简单的游戏 我稍微看上规则了 不然感觉好像没什么播的 两个秒钟结束 现在我来讲解这个规则 这个规则就是很简单 这边有两个圈吗 每个圈的中间这一条里面都会随机先放两张牌 然后每个玩家会发六张手牌 然后这六张手牌是不会被别人看见的 哇这个牌没有洗开 反正我也拿了六张手牌 我们假装这个牌洗开了好吗 中间这一条叫山 然后这分别是两个圈 然后这两个圈里面还有玩家自己的场地 你在你的回合你有三个动作 这是小抄纸上他们写着的 第一个就是从手上打一张牌到中间的山里面 左右两个圈你可以选其中随便一个 例如说我往这加一个这个 然后你往中间加牌呢 然后你就可以抽三张牌 你的手牌上线是八 然后你的回合就结束 第二种打法 两个圈面选一个圈 你往你这一边的场地里面打相同颜色的牌 可以打任一张 最多打七张 你手牌至少得留一张 你不能把你的牌打空 所以例如说我往这边打 那么因为它都是同样的颜色 我可以一起打三张 第三个动作 就是你既不想往中间打 也不想往你这个场地打的时候 你就可以选择换牌 换牌也是你可以选择一个颜色 你可以弃任意张的相同颜色的牌 然后重新去摸对应张树的牌 例如我丢了三张 我就可以摸三张 就只有这三种动作 然后一直打打游戏结束 打牌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不是有两个圈吗 同一个圈内 它不有三个地方吗 一个是中间的山 一个是你自己的地盘 一个是你的对手的地盘 这三个地盘里面 你往里面打牌的时候 你打到这个颜色所在的地方 例如说这有紫色了 那我有张紫色牌 我只能够往中间打 我不能够打到自己这边 我的对手也不能把紫色 打到它那一边 所以如果你打的是一个 已经有的颜色 你必须打到它 就是已经出现在的地方去 那么在任何时候 别人打完牌 如果一个圈内六个颜色都有 就大家就开始分这个 中间这一条这个牌 那么怎么分呢 就是取决于谁在你自己场地 打的牌多 谁就先拿 选的人可以选一个颜色 然后把它所有的 那个对应的牌都拿走 如果它是个新的颜色 你可以把其中一张 放到这个最左边的位置 然后的话 把剩余的就放到这个地方 暗置到你自己的这个区域里来 游戏结束的时候 算分 在第一个地方的这个分 每一张都值一分 所以我放进 我自己区域的这两张 就是值两分 如果你这边分牌的时候 你这边的场地 一张牌都没有 虽然你可以选 但你选的牌 不可以放到加分项里 你只能把它全部丢掉 规则非常简单 那个游戏 我们要来试一试看 到底好不好玩 感觉应该还可以吧 虽然听起来挺简单的 感觉还是有一定的决策性 可能又属于 那个Luna不擅长的这个游戏 因为毕竟听起来 就很勾心斗角 就有点像 你总是要买一些 两个人 但是就是很勾心斗角的游戏 因为两个人的游戏 不勾心斗角 你要跟谁玩呢 我们买两人合作游戏 那么这一期的开箱 那么我们下期见 拜拜